各位朋友 咱们频道判断啊 中国呢下定决心 在南海要狠揍菲律宾了 这就是打狗给主人看 你不是美国说 只要是菲律宾死个什么军人之类的 就要那个启动什么美非共同防御吗 对吧 哎 中国把055大区都调到了南海 驻守到了美济礁 那意思一个055大区就赶得 那个美国的航母舰队在南海乱跑 是吧 来吧 那就准备好干吧 中国在黄岩岛这回是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不是菲律宾要弄那个一百多艘 这个民船要闯黄岩岛吗 其实我觉得 这倒是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既然菲律宾要用民船去捣乱的话 那中国可以派这个民船 那个破船跟那个那个所谓的马德雷山号一块做摊呢 他做一艘破船才弄一千艘破船把他围起来 那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各位 所以这次呢 菲律宾在黄岩岛怎么样了呢 最终的结果会 我们先看看啊 他们当初声势挺大呀 纠结了一群这个小破船 哎呦我的天呐 这都是独木舟吧 人生死了啊 人生死了啊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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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利用中方的善意 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管辖权 中方将依法维权反制 汪哥头发越来越白 也越来越帅 好吧 既然是你出动了民传嘛 那中国也出动民传呗 既然是你出动民传 好吧 大功率的铁壳渔船 注意纪律啊 讲话注意口音 别五花八门了 别叫我这个班长啊 叫船长 是吧 别问我鱼网怎么用啊 我也不会啊 中国的渔民 来吧 那叫 双方到了黄岩岛海域 这是菲律宾的侦察机拍下的视频 中国海警团 我们的渔船兄弟呢 渔民兄弟呢 用不着渔民兄弟们上 就一艘海警团 渔民兄弟呢 救账人员 我是中国海警 将军五舰 当我们对火热道 激进过电海空运 丢用我们丢战的固扯 为不免污害 不及安靡 丁丁火火车 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免费的又给洗澡了 熟悉的味道 先把雷达给资坏了再说 先把雷达给资坏了 先把雷达给资坏了 想闯啊 就给你洗澡 水泡伺候 那对付小船怎么对付呢 大伙看看啊 菲律宾的独木州 中国的冲锋艇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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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次任务已经取得胜利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靠近黄岩岛 黄岩岛现在已经是中国的海警 在24小时的巡逻了 12海里都不让靠近 到50余海里的地方就龟缩不前了 显然再往前走 海警就不客气了 海警是5月14号开展了演练 5月15号开始布设多条防线 菲律宾的一个八家凯公务船 在携带多条飞鱼船 前行到距离中国黄岩岛 50余海里的地方时 就看到海警船了 他们就不敢再往里走了 是吧 就是菲律宾坑蒙拐骗 就是中国已经下决心了 在南海你要是再往前走 我就揍你 揍就给美国看 果然这两个都怂了 各位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集再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